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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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黄当喜 我家是住南投机器 我从事雕塑工作二十多年了 我現在就是當專職的雕塑助手這樣子 我順便平面設計一點跟雕塑都沒關係 我那時候接觸雕塑算是一個機緣 光憑一張報紙他寫成真雕塑工作夥伴 我覺得算是一個緣分 那時候那位老師他們在比賽 比台中是露天雕塑展第二屆 那位老師希望我說能不能就馬上到他工作室幫忙 我從那邊跟他學大概有六個月的時間 然後就因人機會跟余丹全老師雕塑家學習雕塑 跟他學大概算一算大概有十多年的時間 然後後來再到雕塑全老師工作室當他的助手 他算是我學長 對於我開始從事雕塑來講的話 影響最大應該算是余登全老師 因為我學平面沒有接觸到雕塑 然後他整個工作室的氛圍就充滿藝術的氣息 印象中老師有一段時間他可能知道我們算是初學者 對雕塑不懂 他安排我們到他朋友的畫師那邊學習素描 這一點就比較謝謝我余登全老師之前一路上的幫忙 在那邊工作自己要發揮空間比較大 因為他下班之後整個工作室我可以去利用 利用那工作室做我喜歡的作品 他要屬於自己的心應心情各自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作的东西它是很生活化的 比如说我那时候有养一只小狗 那我就把小狗的那种形态 对那种情感把它融入在作品里面 我经常会用眼睛去观察 然后在技巧方面可能会思考说 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表达 会跟你的作品比较贴切表达 你想要表达的作品出来 算是你的想法的话 跟技巧要互相仔细去思考 一件作品它的一个心情故事 我的作品是因为像我跟我那只小狗 有什么的情感 所以我就我从养 从物代前后一代有养三只狗 所以我作品里面就有把小狗的 那种形态融入到作品里面 因为有些构式下往是跟你跟狗的互动 就会变成说你创作的一个主题性 这样子 这是你不信心不信心的 而是你不信心的 不是你不信心的 使用这种形态的 是你不信心的 还能传续 这种形态的 是你不信心的 就是我的有些壶 是你不信心的 像以這一間來講的話 因為我從開始養寵物之後 這一隻算是一直陪伴我十多年 我這次展覽主要是以新印的主題 就來自於這隻狗 我剛要講說一件作品一個心情故事 這一件作品他做的就是我跟他 他雖然離開但是我 就是那種氣象還會存在在心裡面 我想說以主題性把它 算是一個懷念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展覽 算是我跟他的一個展覽 我一剛開始做的是做少女系列 像我這一件來講的話 最早做少女 朋友都跟我講說我作品太過於單調 那我這件把它融入小狗 就是因為本身有養狗 所以這件作品就把小狗把它融入到作品裡面 讓它整個看起來比較神動 這件叫做春之舞 像以作品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把他的氛圍先把它想出來 讓觀賞者不會說只是一件作品這樣子 我也把氣氛把它營造出來 但是那可能是我自己內心的想法 一個作者他表達的可能是自己的想法 我是希望說觀賞者他認到自己的想法 並不是說因為我的想法 他就跟我的感覺走 因為他可能生活中他每個機遇都不同 而且創作很想法就是要不要去射線 像我的話 少女跟動物 造型的多媒體也是都有在做 如果說把它射線越多 你可能你要發揮的就比較小 題材的運用 題材講它在你的作品的主題的表達 算很大的分量 有些東西你可以用現成物 你就不要去射線 因為現在美術 它跟你錢不一樣 現在的美財比以前更多 它這個方式就是 一般我們做雲番桶 要那個蠟 它這件是用蠟子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很小的 然後我們要做很多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比較多一個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應該說藝術的東西它範圍比較廣 不管是舞蹈還是平面造型 你都要像一些表演藝術 我有一段時間要去看表演藝術 像它這種 我某些系列就算舞動系列 就是把對舞者那種在舞台的表演 把它融入在作品裡面 像以這一件來講的話 這件作品叫做樂 我那時候要做這些片 專門跑到嘉義逛一整天 我記得那一天到嘉義去 那天在拿他們在舉辦那個國際館樂節 我一整個下午在聽他們那個樂爪這樣演奏 要吹薩克斯王的啊 小浩的啊 我這一件的主題就是從它那邊延伸過來的 所以我說生活中就是你東西要多看 生活中所看的東西自然就會融入到你的作品 就會有新的想法出來 這一件作品的話 在塑土它的時間不能太久 它感覺的東西是 你如果說手摸太久的話 讓失你作品的感覺 那像它的技巧就是 大概以一個 手掌性的土塊把它堆積上去 然後像它的質感 那你如果說仔細看的話 它是要分光滑跟粗躁 光線一打的話 它這個皮面跟奧地王的影響會很明顯 所以妳如果在那裡 可以修圣中就先吃會兒 如果一切都不配合 咬你會不適合 說得我遠足 然後它會吹的 每個人都不適合 祝不適合 另外一個人 它的細個 Tu行 有什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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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家長光聽到說自己小孩子從事藝術工作可能會怕 怕說可能藝術工作可能沒辦法生存 但是我是覺得從事藝術工作應該不用害怕 因為主要是你如果說有在上班的話 你如果說可能犧牲掉你休閒時間 你還是可以很快地做你想做的作品 你自己做創作的話 你那種格局要把射線大一點 因為我原本準備這些作品是要參加比較大型的展覽 所以我作品前後準備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因為我白天咬在上班 我只利用下班跟假日咬的時候好好回藍頭家裡 所以算一算時間算是很少 這一次因為當你準備十點之中 你可能會發現到有很多展覽的機會 我想說那就拿這些作品去試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展覽 算是很幸運這次展覽能夠入圍這樣子 自己會覺得說只要自己想做事情 就是一直去做你的目標一定會達成的 你會不會再做你的目標 你會不會再做你的目標 你會不會再做你的目標